只要提到混线美女想必大部分 爱好者都有无限的想象力 那东方女性和西方女性的 性感结合在一起会怎么样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认识这么一位东西方 结合的日本第一美团女神龚和玛耶 龚和玛耶是日本和荷兰的混血儿 她不仅五官精致立体 还有170cm的高挑身材和完美的C罩杯 被日本网友加为终极美团第一美女 龚和玛耶成年后不久 她便进入日本娱乐圈当模特 拍摄过日本混血美女的诞生地YY杂志 也接了几个广告 但在竞争激烈的日本娱乐圈 一直没有给她一个一举打开知名度的机会 所以一直没有红起来 直到2014年 她参加了日本著名综艺节目男女纠察队 以混血新兴出席节目的泳池大会 是在这个节目里面的热拉特写 让龚和玛耶在日本大受欢迎 她身着性感的连体泳衣 在节目中展现出令人惊艳的完美身材迅速走红 随后不仅在日本一夜成年 还被封上日本第一纠集美高的响亮称号 有了网友们的认证和属于自己的辨识度 很快就成为了日本业界的当红模特 龚和玛耶也抓住机会再下一程 登上了日本著名杂志《周刊》 可威波并拍摄了一套写真 清解罗山的妩媚模样让人印象深刻 成为男性心目中的梦中情人 爆红之后龚和玛耶顺利签约日本乐天 此后NBA放宽了球队球衣的限制 勇士和日本乐天签订了每年2000万的合同 由于龚和玛耶不仅是公司的名人 而且因为家庭原因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所以被推荐转型为勇士队的特约记者也就顺理成章了 之后在美国的日子里 龚川美亚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勇士的球场上 观看勇士的训练比赛以及赛后的采访 由于他非常热爱篮球和 林B也是勇士的忠实粉丝 所以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他那遮不住的好身材也是很多粉丝关注的焦点 本来他的五官就足以杀死很多人 但真正让大家疯狂的还是他前途后翘的完美身材 龚和玛耶完美继承了欧美的基因优势 东方知性美女脸加欧美也蜜桃豚 让他性感的恰到好处 虽然龚和玛耶已经是天生丽质 但他绝对是那种追求完美的人 健身是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他七年前才开始接触健身 参加过很多次马拉松和游泳比赛 三四年前才更注意自己的体态 他在日本best body大赛中获得第三名 除了他不凡的脸型和身材 他漂亮的臀部才是重点 除了工作和健身 他的朋友圈上全是他私生活的照片 有这么一个好身材 真的是穿什么都好看 不管是球衣还是时装工和玛耶穿上他 都超级好看 即使是普通play chap和gap穿在他身上 瞬间也有设计师大牌的感觉 这位颜值身材急于一身的小姐姐你喜欢吗